朝鲜重视教育发展,而培养教师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近日,中心社记者受邀走进位于平壤市普通江区的平壤教园大学 实地探访朝鲜教师是怎样练成的 平壤教园大学是负责培养平壤市小学教师和幼师人才的大学 记者在学校的教材陈列室中看到 这里不仅陈列着各式教科书,还有手工制作的各种教学工具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教材、教具都经过精心设计 在一间教室中,一名女大学生正在练习用多媒体教学设施进行授课 据介绍,2017年11月,平壤教园大学进行了翻修改建 并相继研发了儿童智能开发、教育评价技术等数十种新型教育技术 并引进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 在一间虚拟教学教室中,一位大学生正在给屏幕上的虚拟学生授课 记者发现,在与虚拟学生的对话中,除了可以用朝鲜语来进行交流外 中文也同样可以使用 工作人员介绍,尽管平壤教园大学培养的是低领儿童的教师 但外语在大学中仍占据很大比重 目前,中文、英文等都是热门学科 除了外语、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也是学校的人才培养重点 并不是每个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能够进入条件卓越的学校工作 一些人可能到一部分缺少教材和教具的学校就职 因此,创造性的制作可以因材施教的教具也是该学校的培训重点之一 在一间虚拟现实教室中,教室被装饰成为一个森林的背景 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 在地面上投影出的鱼池会随着人们的脚步走过泛起水波 教室中间的生物观察台上投影出各种动物的三维图像 校方称,目前平壤教员大学的学制为三年 毕业后,学生们将被安排到平壤市区的小学和幼儿园任教 而目前的学校中的高科技设备将帮助他们在今后更好的胜任教学工作 我们已在教授教授师、学生、教授教授班 教授教授érer教授学研究院有多些学科等 教授教授学研究院有多么识心应 Refine登rios 学校这些浅教授学研究院有很多学科互 学校的学科院培训重点背锻 profesional 教授学授学院有多么识心是协。 教授教授学地学科 edific授学院是相胁计正的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